高官閣鋪上紅毯 北韓地道引金正恩抵達海森威的機場 俄軍儀仗隊現身歡迎 一旁有國防部長肖一谷作陪 不過金正恩驅車前來 主要是來視察俄羅斯的各式軍機 軍方高曾向金正恩說明 各式軍機的空中作戰性能 亮相的有圖22 圖160 圖95戰略轟炸機 還有可搭載匕首飛彈的米格31戰機 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的母港就在海森威 俄羅斯海軍總司令葉夫梅諾夫 帶著金正恩登上2021年才改裝完成的護衛艦 其實早在金正恩訪問前夕 俄羅斯就做好準備 笑一鼓提早視察造船廠和直升機工廠 口頭說破軍事因應地緣挑戰 但仍讓外界憂慮 這回朝鱷兩國的好朋友 中國大陸對於普京會反應很冷淡 顯然對秘密軍援俄羅斯打仗 還在觀望國際態度 但美國智庫專家認為三國各有盤算 中國大陸恐怕不願意 因為其他國家壓縮到自身利益 TVBS新聞通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